李卓人議員 這個地方已經封閉了 其實我不明白為什麼 當保安不驅趕市民的時候 為什麼警察可以入商場執法 也沒有人解釋給我知 到10點16分左右 有一班人士衝進來 而我作為一個失明人士 我分不到那些人是市民還是警察 有一個女子自稱自己是警察 我叫她證明她是警察 因為事實上到現在警察 沒有任何證明文件或者方式 讓視像人士可以知道她是否警察 而據我了解 香港新聞人協議會和盲人輔導會 都已經發表了聲明 要求警方用一些方法 去證明她們在視像人士面前她是警察 有一位跟一個自稱Madam人士 聊天的時候 有一位男子她又說她是警察 她問我來做什麼 我說來監察警暴 然後她說什麼話 然後我說監察警暴 她說你盲的 監察什麼警暴 你看到什麼 然後我說我盲 我也聽到的 她說你真的假裝盲 我想問一下這些歧視的說話 她就用 她說我違反599G 我說你違反487張 我問她599G的private高一點 還是487張的private高一點 因為事實上我那條是法例 她那條只是附屬法例 我想問一下究竟她這樣對待一個視像人士 還有一件事到現在 我希望議員可以理解 就是其實他們衝進來 為什麼要走呢 老實說 當日那個Madam跟我說 她說你知道那些人在做什麼 我也知道 我只知道那些人在唱歌 我不知道發生什麼事 我也不知道怎麼違反法律 因為他們隔幾近我不知道 但是她叫我走 也沒有證明叫我走 還有一些歧視性的說話 而警察是從來沒有向我交代過的 當日完了之後 幸好有兩位議員 一直都在我後面聽著整個過程 否則的話我並沒有任何證據 平時案件我沒有辦法 我只能透過監警會 或者投訴警察科 但是這次涉及歧視的話 按理上可以直接去平擊會 甚至直接去區域法院去控告她 我希望相關的 譬如說平擊會 如果當我進行投訴的時候 會正式去處理到這件事情 也可以繞過整個 所謂監警察的制度 去處理到這個問題 另外 另外當日有一位警司 當時應該是沙田區的指揮官 我事後聽回忠議員跟我說 當日後來跟一位指揮官說過 和一位姓賴的自稱沙田區警民關係科 她跟我說過 她說她會處理跟進 但是到現在 過了差不多兩個星期 整整兩個星期 是沒有任何人 跟我說過這個問題的 我覺得他們如果答應了 又不去做 還有他們好像 為什麼市民要搞到這麼害怕警察 他們進來 而我們要這樣 我希望即是議員處理 OK 一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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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vernor 間 從